大家好,我是東英走強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冰松城公園被稱為冰松的中央公園 在這個可以看到自然以及歷史的區域裡 有一家星巴克就這麼悠閒的坐在這個幾家的位置 冰松市是進鋼最大的城市 約有78萬人 有400多年歷史的冰松城 東海地方最大的中午石洞 超好吃的鰻魚飯 以及有日本特色的餃子 冰松城公園是廣受當地居民喜歡的公園 雖然不是很大,但是綠意盎然 而星巴克冰松城公園店 就藏在樹林跟綠地的中間 星巴克的外觀使用木材做主設計 咖啡店的室外區域有種植樹木 讓整家店有種山中度假小屋的感覺 室外目測應該有三十幾個散位 在夏天的時候買一杯冰冰涼涼的冰拿鐵 坐在室外乘涼 是市區星巴克無法體驗到的感覺 室外很有特色 但室內也絕對不輸室外 天花板非常的挑高 使用金剛北部高級的天龍才製作 從天花板銜接下來 則是一片片的落地窗 室外的綠樹直接映入眼簾 真的超棒的 室內位置大概有四十個 座位跟走道以及餐點區域有舒適的間鋸 我想即便很多人在這家店喝咖啡 應該也不至於到太異擁擠 星巴克所在地冰松城公園的重點就是冰松城 德川家康與青壯年的時期 就在這邊度過十七年的歲月 凡正兩百六十年間 這裡有許多擔任幕府要職的城主 冰松城的別名就是為初市城 天守閣建在小小的山丘上 可以俯瞰整個冰松市區 在城市的北區的龍岩洞 是東海地區最大的中五十洞 總共開放的區域約有四百公尺長 大家可以近距離觀賞 大自然在這兩億五千年所雕琢出來的藝術品 美食的話鮑勃推薦冰松的名產鰻魚飯 炭燒烏拿雞 凹伊亞是當地的名店 也是塔貝洛菇的百名店 另外冰松的餃子也很有名 特色是餃子包了很多野菜 盤子上還有豆芽菜培寸 加上自家製的辣油及醬油 跟台灣吃到的煎餃跟鍋片不同 大家可以試試看 包伯吃的是百名店醒目裡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伯,大家下次再見,掰掰